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领袖的时间 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 保罗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神预定我们 信心的生活是从利上加利 到恩上加恩 再到荣上加荣 愿主引导我们 扶持我们 是我们一天一天更想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我们思想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旧约生命纪 第十章 六到二十二节 生命纪第十章 六到二十二节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 并他必带领我到底 我今生只有一个目的 永远与主相依到底 我今生已是温柔子道路 永远与主相依相熟 我今生已是温柔子道路 完全与主相依相熟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 因他必拯救我到底 他必能求我脱离自己 直到他充满在我里 我今生已是温柔子道路 我今生已是温柔子道路 跟随耶稣 Kindern拯救我 一生一世唯有自倖父 万全成圣归于我主 生命纪第十章六到二十二节 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 到了摩西拉 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 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公祭司的职份 他们从那里起行 到了谷歌大 又从谷歌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 那时耶和华将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抬耶和华的约会 有势力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 直到今日 所以立位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 耶和华是他的产业 正如耶和华礼神所应许他的 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 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 不忍将你灭绝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起来引导这百姓 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 启示应许所赐之地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兴 遵守他的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我要叫你得福 看哪 天和天上的天 地和地上所有的 都属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 爱他们 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 就是你们 像今日一样 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 不可再映着景象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祂是万神之神 万主之主 至大的神 大有能力 大而可畏 不以貌取人 也不受贿赂 祂为孤儿寡妇申冤 又恋爱寄居地 赐给他衣食 所以你们要恋爱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侍奉他 专靠他 也要指着他的名启示 他是你所赞美的 是你的神 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 是你亲眼所看见的 你的列祖七十人下埃及 现在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如同天上的心那样多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神秘密记第十章 六到二十二节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二节 神秘密记十章十二节 经文说到 以色列宗秘密记十章十二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奖的金句 神秘密记十章十二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以色列宗秘密记十二节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神秘密记十章十二节 继续 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在生命记 前几章里的历史回顾中 不时绽放出对神的赞美 其中 最令人动容的 莫过于生命记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 一些辉煌的主题包括 第一 全然以神为中心 包含着对神的敬畏与挚爱 第二 全然以神为中心 会视前选为神的恩典 第三 全然以神为中心 绝对不会自满于仪式和敬虔的行为 这就是 为什么即使在旧约里 肉体的割离 也绝对不会被视为目的本身 而是象征着更深邃的意义 第四 全然以神为中心 会相信祂的公正 因此相信祂的公义 并且 神会依此而行 第五 全然以神为中心 彰显于百姓的赞美中 神向我们所要的 永远是敬畏他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一切 应当懂得 称颂神的威严 承认他的权柄 敬畏他的大能 以及惧怕他的愤怒 既然神已经陆续成就他的应许 就当仰望神 信心坚固 再不可映着景象 远离罪恶 积极行善 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 最好的方法就是 常常亲近主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诗篇十六篇第八节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旷野玛纳节目 有上帝的话语 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思想 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这个题目 神向我们所要的 是我们存谦卑的心 归向他 听从他 信心 信心爱他 行公义 好怜悯 与他同行 欣慰神不是因为 神或他的神性 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 而是因为我们尊崇 他的属性和权柄 爱他 而乐于跟从他 遵守他的诫命 神要的不是人对他的惧怕 而是敬畏 爱他 也不是出于责任或者义务 敬畏神不等于惧怕神 或被神威吓 敬畏神 是指对神怀着 神圣的尊重 因为他是当受尊重的 本人约翰也 勉励信徒 在你们心灵之眼里 放置神的威严 并且 让他的荣美 使你们产生 神圣的敬畏 神给予我们一种 有保护性的畏惧感 使我们感到 他是圣洁可畏的 敬畏神的人是 真有智慧的人 他们尊重神 看重他的话语 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对神的 作为的伟大 有正确的理解 而甘心顺服 一个蒙福的人 喜爱神的旨意 不以为是沉重的责任 他顺服是因为 他很想要顺服 不是因为 害怕被处罚 而是因为 那是他心中的喜悦 他心里向往这么做 他不是在痛苦 跟不情愿的义务中 感到敬畏神 听神的话 而是非常爱神 和神口中 所说的一切话 敬畏神的人 拥有敬虔的灵魂 对神的性情 有正确的认识 他时刻感受到 神无所不在 并且时常醒悟到 自己对神的责任 诗篇112篇 第一节 使人说 敬畏耶和华 甚喜爱他命令的 这人便为有福 约翰说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因为耶和华 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 死亡的网罗 神觉得百姓的期望 过去跟现在 都是一样的 摩西渴望看见 神的百姓 跟神之间 有正确的关系 而能够在 应许之地享福 今天 我们要做有福之人 就必须 丢去任何 会妨碍我们 满足神的期望 那些让我们 不能蒙福 使神的恩典全员 不能在我们生命中 涌流的事情 所罗门说 敬畏耶和华 在乎恨恶邪恶 约瑟拒绝 与波提法的妻子同情 因为 深怕得罪神 不愿破坏 跟神之间的关系 与瑟 其愿意荣耀神 以致 不愿意在这世上 冒犯神 当耶西别杀了 耶和华的众先知的时候 耶和华的家在 额巴底 将一百个先知 藏了 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 拿饼和水 供养他们 因为他甚至敬畏耶和华 罗亚是敬畏神的人 他带领他的全家敬畏神 他动了敬畏的心 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约伯是敬畏神的人 身怕儿女得罪神 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记载 爷爷的日子过了 约伯打发人 去叫他们自劫 他清早起来 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 献凡计 因为他说 恐怕我儿子犯了罪 心中气掉神 约伯常常这样行 带领立志 不以王的善 和王走引的酒 玷污自己 因为他敬畏神 而他的三个朋友 沙拉拉 弥撒 亚布尼哥 宁愿被丢进烈火的窑里 也不肯拜 宁不讲那撒王 所立的金像 神的眼目 不但看顾敬畏他的人 而且在凡事上 会指教他们 赐他们聪明智慧 并且引导他们 为他们开路 诗篇112篇第9节 诗人又说道 敬畏神的人的脚 必被高举 大有荣耀 圣灵 是智慧聪明的灵 是谋略和能力的灵 也是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他一定敬畏神 现在摩西跟以色列人提起 金牛犊的事件 以及他们在塔贝拉 玛萨 基布罗哈塔瓦 惹神发怒的事情 神在他们中间 索性的神迹奇事 并没有让他们学会 谦卑依靠他 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 经历饥荒的时候 都没见过玛纳 不晓得玛纳是什么 他们现在经历了 自己能力做不到 神为他们做成的事 应当以敬畏 谦卑 感恩的心 顺服神所说的一切话 摩西 对以色列人说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 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 又提起 他在和列山为他们带球 免得他们因 金牛犊的事件 而被神灭绝 摩西带球成功之后 耶和华吩咐他说 你要凿出两块石板 和先前的一样 上山到我这里来 要做一木柜 你先前摔碎的那板 西上的字 我要写在这板上 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 神有通盘恢复的计划 他只是摩西要怎么做 以色列人必须 再回到神的圣约中 神再赐摩西新的法板 以色列人不忠于神 忘恩负义 严重破坏了 跟神之间利约的关系 但神却为他们预备了 与他和好的途径 因为他们的恶 更显出神的美善 在这个事件当中 愿意为他们牺牲自己的 带导者摩西 非常关心神的荣耀 跟百姓的得救 在愤怒神 与犯罪得罪神的 以色列百姓中间 他站在当中 堵住了破口 就预表基督以后 为我们做的 神转消他的怒气 赦免了他们 使他们与他的关系 恢复正常 当他们看清楚之后 就应当带着感恩和信心 面对未来 尽管最初 写成了法板 被摔碎了 神要摩西 再凿出两块石板 跟先前的一样 以色列人干犯了神的诫命 神大可不再施恩 但神却依然给他们一个 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全是神的 奇以恩典 他们本不配得到赦免 却因为神爱的本性 借着摩西的带求 给了他们 完全立即的赦免 摩西带着法板上山之后 神将那大会之日 在山上从火中 所传与他们的十条诫命 照先前所写的 写在这板上 再将板交给摩西 神所赐的十戒 不需要修改补充 因为那是存到永远的 神的永恒旨意 摩西回忆 我转身下山 将这板放在 我所做的柜中 现今还在那里 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 旧约的律法 是预备人心 认罪悔改 领受神的恩典 因为唯有恩典 才能把律法 写进人的心里 而这正是神要做的 神记得先知耶利米说过 我要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至于亚伦 虽然造出金牛犊 神还是恩待他 没有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他儿子以利亚撒 在他死后 依然接许他 共祭祀的职份 但祭祀以利 纵容他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菲尼哈 神就追讨他们的罪 使他们二人 一日同死 耶路波安重造金牛犊 神也追讨他的罪 亚西亚的儿子 巴沙被判 巴沙一作王 就杀了耶路波安全家 凡有气息的 没有留下一个 都灭尽了 神给以色列人的吩咐 都是为了他们的好处 为了使他们能够得福 卡森博士在分析 《生命纪》第十章 第二段经文的时候 他提到 摩西对以色列人 小这一礼 动这一情 因为神的要求 是如此公平合理 神像我们所要的 永远是敬畏他 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心侍奉他 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一切 应当懂得称颂神的威严 承认他的权柄 敬畏他的大能 惧怕他的愤怒 既然神已经 陆续成就了他的应许 他们就当仰望神 信心坚固 再不可映着景象 凡顺服的 就从神来了赏赐 这固然是他们 不可言喻的好处 但除此之外 更要紧的 是他们因此得着 真正的喜悦跟尊荣 神将他的道 只是雅各 将他的律力典章 只是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数十八篮赞叹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些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亚伯拉罕蒙神选兆 成为全世界蒙福的管道 他的后裔成为 以色列国 这国是神心意中 不败偶像 单单侍奉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神 由神治理了国度 为什么神要求 以色列这样做 是因为他专爱他们 天地万有 都是神的 但神最在意的 却是以色列 神从亚伯拉罕 就开始注意他们 无条件地把恩宠 加给他们 他们当以 无保留的爱 来回报神 应当认识神的爱 并且保守自己 常在他的爱中 常常被神的爱 所激励 而从心里顺服神 若是映着景象 心于耳 未受割礼 时常抗拒圣灵 那么至终 就会被神丢弃 留给他们的 只会是荒肠 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 主你爱的光辉 主你爱的光辉 正照亮 在这黑暗晚去世带中 耶稣世界 正光照亮我们 自下真理 十方我们自由 光照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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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光照耀 让这地 充满富神荣耀 灵火焚烧 焚烧中人心 灵火水涌流 我们照亮我们 我们照亮我们 生命更新天天 不断改变 愿你真理 若美让人看见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神光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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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这地 充满富神荣耀 灵火焚烧 焚烧中人心 灵火焚烧中人心 我水涌流 彼此爱 也明恩待万方 求法命令 把这地 祈祥促光照亮 呼烧中人心 火焚烧中人心 祢祥促灵火焚烧 静火焚烧 � 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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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发明灵 主啊照亮着地 请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你是圣洁的 你要求我们要圣洁 你是圣洁真实的主 我们理当诚实活在你面前 诚心诚意地侍奉你 切着今天的信息 求主加深我们对你的委身 使我们做顺命的儿女 父啊 求你保守我们不进入试探 使我们不至于阻碍你恩典 在我们生命中的涌流 帮助我们分别敬畏跟惧怕的不同 你要的不是我们怕你 而是敬畏你 把你当得的尊荣归给你 诚心诚意地爱你 求主家庭力量 给我们分别的智慧 敬畏的心 一生能够讨你喜悦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 愿神赐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祝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母者 我比不知缺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行 你长必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情过思应有故 我也不怕走行